上次送修的这支PS5手柄已经换回来了 换回了一个新的 上礼拜一送修 礼拜四下午他给我打电话 就说新手柄到了 让我去取 现在还没有上机 正好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种新手柄如何连到PS5上 手柄已经启动 但是不能激活 因为它俩还没有关联 现在PS5还没有开机 我们先手动打开 然后找到这根线 这是PS5主旗自带的 把Type-C接到手柄上 这是Type-A接到PS5上 现在手柄是充电状态 按PS键 现在提示这个手柄需要更新固件 我们选立即升级 控制器正在重启 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就匹配成功了 我们可以把线拔掉 现在又是一对了 这个红手柄 不到一年已经接了三四婚了 第一婚是X键不回弹 这个键也有点偏软 第二只手柄就是上次 估计是充电电路坏了 现在又换了一只新的 它俩是三婚 又配了一对 上次给这个红色手柄 配了一个黑色的贴纸 现在还有一个彩色的贴纸 回头给这个白手柄贴上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